嗯 好 把这个长搬过来 很明显这修的小很多 我来对一下 165 没错 16多 再一次 觉得大了点 看栏宽 9.75 9.75 没错 这修也是比较胖 我要用快一点 因为等下要休息 根本就是没时间 因为还有事情 这边偏小了一点点 这个也是很胖啊 很麻烦 所以要调大调小 实在是非常的麻烦 实在是非常的麻烦 跳到这里 追 也是小了 都小了一点点 都小了一点点 这个扇比划那么多 不过因为也是很胖 不过因为也是很胖 转四足 转四足 再来讲一点是土啊 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就讲了两点的是四 一点的是土 但所有的看起来目前就是他 视力以外 比划 这个转那么多 比划 你会转跟划就差很多了 比划多 记得要大一点 白色 不然他白色很少 像这个克白色看起来很多 看起来就会变大 结构本来就是布局 哇 里面都是空的 看起来就会 反正的白色呢 尽量让他小一点 已经有看过那个 固质疏松的土 所以 够大了 所以 就是前面都调太小了 不然你看这些笔画多了 这样调起来 这里也是够大 因为他笔画多都要调大 那这个是瘦长型的 几分钟 我赶快调完 还真会做做这么多 好 这个墙 这个墙太小了 墙肯定会超过16 16 16 鬼也是最高點 16或17 因為呢 它上面是空的 再我們敲一下 16、17 沒錯 薄筆劃少 15 而且它本身很胖 差不多是這樣子 很想給它拉瘦長 哈哈 這真的太胖了 466號 這個吸引很容易變大 所以不用太大 這個要大一點 筆劃多啊 這個是長形的 銀 這個好胖 這當然要多啦 哎呦 那現在這片都調偏小 筆劃這麼多 你還調那麼小 它白色也變得很小 雖然是要小啦 那你這些都那麼大 怎麼辦 那這些不是要更小嗎 6分鐘 6分鐘 啊 我才調這麼傻 啊 啊 這裏